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游戏 叫小红球 这是一款趣味十足的横版闯关游戏 在游戏里,我们要控制一个红色小旗 进行滚动和跳跃 以此来躲避障碍物 挑战各种游戏中的敌人 充满考验的陷阱等着我们去战斗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操作是非常简单 我们的左手控制这个小红球的前进和倒退 右手控制小红球的跳跃还有下沉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小红球在移动过程是有一个缓冲距离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前面出现像钉刺 或者是一个断崖 我们就要考虑在哪进行跳跃 跳跃过程中在哪可以停下来 所以这也是非常考究的一个问题 这个小红球在控制的时候也是非常不方便 只能等到玩的游戏过多 才能掌握它的距离还有它的熟练度 在这款游戏里头会出现一些非常复杂的道具 比如像现在挥舞的这个大斧头 而且它是非常锋利 只要我们的小球碰到它 这样我们就会被它砍得两半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斧头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刚刚过的这个桥是非常有特点的 它是一个十字架桥 而且落在的时候它会旋转 所以等到它到另一面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进行通过 在游戏里头会有两种星星 一个是金色的还有一个是灰色的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研究错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可能在游戏过后 我们能知道这个星星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款游戏唯一给我们的一个缺点 就是后面的背景也是非常简单 没有给更多游戏添加更多的分数 而且在操作方面可能也是出现一些瑕疵 包括我们要到的距离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掌控 在游戏里头会有一些个隐藏的地点 里面会有一些星星 所以我们要到一处悬崖地方 不要着急过关 要在周围进行搜索 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星星在里面 这样我们的星星收集数量就会增加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地下 这里头有三个像大槌一样上下活动 所以一定要注意它们的节奏 如果被它们碰到 我们就会成一个圆饼 而不是圆球了 在这里有一个开关 把它开开 迅速来到电梯上 如果来晚一点 这个电梯我们就勾不上 这一关过得也是很轻松 现在这里发现了个扇动 扇动里有按钮 而且在点击按钮之后会出现一个横幕 这个横幕如果不按电钮 它会慢慢往回缩 所以在跳跃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连贯性 才能顺利的到达上面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就是这个石头琴 因为它是滚动的 我们只能在上面走 一不注意 直接就给我们摁在钉板上 这样我们身上就会出很多的眼啊 再给一次机会 我们慢慢过去 注意它的节奏 再调整好自己的姿势 这样才能顺利过关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